水龙加入了尼尔黑尔斯,并成为了尼尔领队之一 而除水龙外,尼尔已经招募了9位,包括了云英英学会的S已经在来的领队 这其中有,本来记得社会上有很多支持的人,罪犯、暴力集团 尼尔球中的警卫与管制者确实有两个人,认为两个人并不简单 他们是改造率极高的改造人,尼尔黑尔斯的创始人以及领导人也先生 他在不怒,是一个96岁的少年,而且他貌似是爆破的儿子 计划上的消息道理,突然钻出一个怪人 而刚好,A级英雄大哲学家也钻上,再还准几乎,因勾恶 怪人若移,突然仰向大哲学家,怕哲学家还是让哲学神书挡在了前面 未知之遁,死亡翻棍,哲学必绑,真理撞击 太危险了,嗯? 快,就在附近! 这时,英雄学后的支援英雄匆匆赶来 啊? 但他们却看见,现场有一群穿着战斗服的人 正在把鳄鱼们一个个消灭 什么?忽然出现了一群人,支援英雄很诧异 最近不明身份的人,就要把这些棘手的怪人都给消灭了 好处的伤,要赶紧给他做紧记处理 被怪人打飞到了墙角的大哲学家受到 他身为英雄,这一次竟然被市民给救了 这些人,虽然动作看上去很业余,但是他们展现出的力量 速度,以及待角度,坐在他之上 这些英雄,为了冒兆冷汗 这群人,居然比身为肉体派的A级英雄 大哲学家的肉体强度,还要强 而且,还有这么多人 耶!只有就是我们的出道战了 没想到这么轻松啊 这群人,激发了鳄鱼群,便开始讨论着 原来他们是,之前和假面一个事务所 还怼假面的,面积时长一连的亲人偶像组合 威探3boys 哪套装备进入军事,看上去也不像是警察 你看吧,我们跳槽是正确的选择 继续当C级英雄,是没有前途的啊 但是,他们现在已经从偶像事业,转直到了英雄事业 他们现在是,帅哥偶像英雄组合 尼尔,威探3boys,刚刚的轻松消灭怪人,让他们性行大增 一个威探3boy说道,依靠战斗服的力量 说不定在以后,他们就能够消灭怪人提醒假面了 但听到假面,另一个探3boy表示 假面给他们事务所,听到麻烦 下次如果看到的假面,一定要将他作妃 喂,那里的,你们到底是谁啊?哪个单位的,自卫队吗? 这时,赤鱼英雄问了他们,我们是 不妙,出现大战魂了,帮哥尼尔,尼尔议队,话还没说完 他们身后,突然出现一只,遇到的鳄鱼怪人 跨面星系,正在直播中,他们的领队正是偶像英雄,维必加沙 而这次的战斗,也正在直播着 射箱小哥向维必加沙示意,已经准备好了 维必加沙转向镜头,满脸笑容的说道 他现在,连总活动在林中回归了,而且已经变强了 以后,他就是一个会参加英雄活动的偶像了 他向粉丝们说道,今后他的活动会很过悦 并且粉丝们多多关注Neo Hills 说吧,维必加沙走向大鳄鱼怪人 Neo Hills,就是传闻中的新团队吗? 啊,忘记宣传新歌了,啊,算了 维必闪电 维必加沙摆出驾驶,身边被闪电包围着 不愧是偶像的招式,维必加沙双手比出爱情 倒入了鱼怪人的身上,便出现了一块新型的大洞 倒入了鱼怪人,顺庭被击败 进入了维必加沙强大的使命 Neo,维必加沙摆驶,感觉到 他们战争服的力量和制度差距也太大了 这时,一个好像听说过维必加沙经历的维必加沙 对大家说道 现在,身为强化人类的维必加沙 以前只是个普通的偶像 但是,他因为激度甜心假面的超高人气 而欠了无数的人体改造契约 进行了无数次的人体改造,从而获得了战斗能力 甚至,还进行了危险的大脑手术 来进行超能力觉醒试验等等 快看,他运动的时候,体温会上升到接近70度 所以,总是要喝大量的水 同样想成为偶像英雄的微探算Bois 他们知道的维必加沙 为了成为偶像英雄所付出的东西 他们不禁感叹,他在面对镜头时 他露出的微笑是多么的不易 为了获得人气,不惜消遣自己的寿命吗? 无法理解啊,简直是疯狂至极 在某个街道上,六领队雷电用巴掌便轻松炸掉了在场的狐狸怪人 你是指引英雄吗? 还好我们及时赶到人,即将来 却交给我们了吧!雷电同时也救了 之前救了现场,但却被怪人打倒了英雄时候的英雄 雷电的队员纷纷赞放着雷电 既然不穿战斗服,却可以如此轻松地激怒怪人 打击也很优秀,雷电的英雄们说道 他认为,即使是弱小的普通人 只要穿上了那个战斗服,却会马上变成 因普通超力士都要强的战士了,但是 只是借助科技力量使用战斗服 却没有了人类依靠自身的努力 以及血汗而换来的力量 这个麻痹人类原本就具有的野性 所以,目前来说,他还不需要使用战斗服 好了,把剩下的收拾干净吧 那群家伙好强,伸手也很熟练 英雄学会的英雄,满身吃伤,在一旁看着这一切 看着猎英雄的大货全身,以及 身为顶级超力士的雷电,把强大的背影 他类型不得了也产生了跳槽的想法 今天各地都发出了怪人警报 虽然部分地区确定出现了凶恶的高等级怪人 但是,也陆续传来怪人被消灭的消息 这时,电视台里也正在报道着 现在怪人的危机情况,主播开始连线 现场的记者曹花章 感谢主播,这里是现场发生了不得了的事情啊 曹花章记者表示,在面对突然出现的怪人集团时 碰巧在现场的英雄学会的C级英雄们 虽然他们在英雄奋战,但是却被怪人们轻易打败了 眼看着怪人,居然是攻击民众的支持 这关键时刻,出手的不是英雄学会的人 而是新成立的英雄团体,Near Hills的新英雄们 这里,播了一段广告 这是,电视台里播出了 以为必加沙和Near为汉藤Bois在画面里的 Near Hills的广告 Near Hills的网络杂志,现在可以免费观看 而且,还可以一集集会卷 Near Hills,欢迎大家的加入 公路上,一只巨型的蜗牛,装飞了很多车辆 在海等机轨,爆速蜗牛 Near领队,阿克塞尔,在一旁通知着自己的团队 按原定的计划进行行动 在前方出背头带命,他现在单独去隐约怪人 Near Hunters要大战伸手了 时速390公里 爱我以前刺背的龙滑鞋,绝对达不到这个速度 但如今的装备,就能轻易的追上 阿克塞尔三辅,砍在了爆速蜗牛的外壳上 好,无敌上突的猛毒生效了,速度慢起来了 给我刺身震包 爆速蜗牛撤上前方队员的埋伏 而阿克塞尔又是三辅,砍到了蜗牛 毒枪,狙击 阿克塞尔先生,太厉害了 我们巨人轻易加入鬼机,一个人都没有牺牲呀 鬼机外人被他们无伤打败,队员们庆祝着胜利 他们肯定呢,加入尼尔的正确性,尼尔给他们配备的装备 正是大幅的提升了他们的战斗力 我们向尼尔定制的专用斧头,长枪,平质,都超乎了预期 这些啊,我们可以更活跃的受力怪人 之前还有一些不相信尼尔的阿克塞尔 现在,一开始慢慢肯定尼尔了